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21.1的压倒性投票 正式通过了多达283页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草案 即使目前美国国会内部的分歧严重 两党对立 但对抗中强硬路线的渴望 才是美国国会中真正的为数不多的两党情学之一 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 其实在4月8日就已经提出来了 该法案因为有着浓厚与中国的对抗的内容和色彩 所以也被称为对华全面法案 虽然目前美国两党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 但是目前强硬对抗中国却是美国两党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 法案由五部分组成 增强未来竞争力 巩固盟友及伙伴关系 强化价值塑造 加强经济管制 以及确保战略安全 从这份对华全面法案的内容上来看 这份法案的覆盖面很广 和此前美国国会通过的对华政策 专门侧重于某个方面不同 这份对华全面法案 涵盖了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科技和综合国力等各个领域 值得我们深入地了解和分析 法案在外交领域的侧重点主要有两个 一、美国应当重申在各个国际组织中的领导地位 并领导盟国共同行动 美国应当重视对盟友的承诺 避免盟友流失 这里的关键只有三个 印太盟友、四边机制和美台关系 其中 四边机制由美日印澳四国组成 拜登政府对其非常重视 上任不到五十天 即将该机制由二加二会议提升到领导人峰会级别 该机制被广泛解读为制衡中国的亚洲版北约 这点其实此前已经有不少美国智库提出 关于美国在这方面的问题 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尤为差劲 首先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美国优先战略 使得美国在许多国际性问题上只顾自己 忽略了盟友的利益 导致盟友不愿意再追随美国 最终削弱了美国在各种国际性组织中的领导力 其次 是美国一直没有重视对盟友的承诺 比如 澳大利亚一直冲在反华第一线 充当美国的反华先前队 但是 美国在澳大利亚遭受中国多次经济制裁期间 不仅没有向澳大利亚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反而趁机抢占了部分澳大利亚部分产品在华市场 这将会严重磋商美国盟友追随美国的热情 法案在经济方面提出的建议不少 首先 是在2022财年到2027财年期间 美国政府每年拨款几千万美元 加速美国企业从中国撤离 同时 分散美国企业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这明显是想和中国在经济领域进行剥离 避免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进行反制 其次 是在印太地区推动高品质的基础设施建设 吸引美国在印太地区盟友的加入 目的是反制中国的一带一路 或者 换种说法 就是搞一个美国版的一带一路 来反制中国原版的一带一路 扩充美国在经济领域上的盟友 军事方面的意见是 法案的重头 首先 是要求提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建设 要求能够在必要时防卫台湾 并且 要求美国能够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 在关于中国弹道导弹 远程投送能力等情报交流上 做到互通有无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除了要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情报网建设 还要定期对台军售 提升中国台湾的军事能力 此外 法案要求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发展进行限制 目标则是削弱 中国将力量投送到第一岛链外地区的能力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除了要让中国台湾获得不对称防卫能力之外 还要在日本部署中程弹道导弹等远程火力 将中国的军事力量牢牢锁定在第一岛链之内 这部分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新意 因为这些动作美国其实已经都在做了 只不过这次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 将美国这些做法公开化并且加大了力度 但这种做法能够产生多大的效果值得商榷 毕竟中国的军事投送能力 现在就已经超出了第一岛链 靠在日本部署中程弹道导弹这类武器 作用真的不大 法案中着重推出 要在文化领域上和中国进行对抗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 就是加大对美领导的普世价值的宣传 要推广所谓人权与公民社会理念 其中特别提到了 要在中国香港 中国新疆地区提升所谓的普世价值宣传 同时 针对中国外宣这几年所取得的成绩 法案中则专门要求在特定的时间段内 每年拨款1亿美元 支持美国的驻外媒体 并培养所谓的独立媒体 研究能够规避言论审查的技术 和中国进行所谓的舆论战 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 在文化方面的主要目的 就是继续保持欧美国家 在舆论体系中的主导权 这样就可以在舆论上 继续对中国进行抹黑和攻击 挑动欧美普通民众的反华情绪 最终实现对中国的文化孤立 最后则是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法案中认为 中国商业的发展 是因为中国窃取了美国大量的知识产权 美国政府接下来 应当加大对知识产权侵犯者的打击 并且严密监视中国商业公司在美国的动向 法案可以理解为此前 美国所有对华政策和对华手段的集合 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文化 这些手段其实 美国智库和相关机构之前就已经提过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新意 而之前 美国之所以无法执行这些措施 主要是因为钱不够 美国拜登政府推行的价值几万亿美元的大基建方案 现在还因为耗资巨大而在不断的讨论中 如果美国两党真的想要推进这个全面对华法案 那么美国就需要增发美元 增发美元要有价值 就需要有人增持美国国债 而目前世界上有能力吃下几万亿美元国债的 现在就只有中国了 你看兜兜转转一圈 小丑竟然是美国人自己 283页内容四个方面 对华全面法案看起来气势磅礴 但是最终如果中国不愿意给钱 不愿意在经济层面配合 238页的对华全面法案 也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特聘院士表示 美国以为中国竞争是美苏争霸的翻版 以为自己仍然能赢 但中国不是苏联 马凯硕认为 美国可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 永远不要低估它 但与此同时 美国也不应该低估中国 事实上 这恰恰是美国人犯下最严重的错误 在没有战略指导的情况下 就与体量如此庞大的国家展开地缘政治斗争 终结一下 一 这是一部全面对抗中国的战略 该法案主要起草者梅嫩德斯在声明中指出 这表示了前所未有的两党合作 美国将动员所有战略经济和外交工具抗衡中国 美国彭博社称 美国参议员推动的反华政策正在成形 二 这是由国会推动的立法 而不是拜登政府推出的对华战略 与此前拜登政府宣称的 该竞争时竞争 能合作时合作的对华战略相比 这一法案是企图使中美关系 朝着彻底的竞争和完全对抗方向发展 一旦通过 本来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弹性将大大减弱 三 这部法案既是美国对华战略的路线图 也是时空图 操作性极强 与以往美国政府出台的各种对比战略不同 这部法案在每一个项目下 不仅规定要做什么 达到什么目标 还明确了时间节点 国务院等部分与哪些部门协调配合 具体拨款多少 如何检验实施等效果众多细节 几乎把每一步都想到了 如果说美国以往对华政策是一份菜单的话 那么这部法案就是一份菜谱 把每个菜用多少食材怎么炒都规定清楚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会不会就束手就擒了 当然不会 如今的美国已经缺乏了之前长期的自信 所以才会有各类对于中国的维度 如果美国自认为具备竞争优势 就不会需要提出所谓的2021战略竞争法案了 这是美国缺乏自信和白宫没有底气的表现 近年来 美国国会出台的涉华法案不少 但却没有哪部能真正刺痛中国 搅乱中国 有分析人士认为 现在中国手里有三大武器 能够帮助对抗美国 第一个就是 中国发展内在动力 经过前人的不断摸索 中国寻得了最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从而收获了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支撑着中国不断向前发展 而未来 中国也将利用这种动力不断成长突破 在稳固自身地位的同时 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第二是 中国具备的巨大经济合作吸引力 现在的中国早已经不是那个闭关锁国 不愿意与外界接触的清朝 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 贸易合作伙伴遍布世界各地 根据中国商务部门提供的数据 去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了32万亿人民币 刷新历史记录 其中出口额超过17万亿人民币 同样刷新记录 更为重要的是 在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的情况下 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国家的合作伙伴 而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国家 也不会放着好好的钱不赚 来选择跟中国对抗到底 所以中国手里的这张牌 十分具备杀伤力 一旦好好利用 那将会大大削弱美国对华的攻击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